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在奥赛罗当中的第二层宝藏 对于奥赛罗最浅显的理解就是认为奥赛罗和泰斯蒂蒙娜是一对天真的相爱的纯洁的男女 他们被恶人伊阿谷害了 可是呢如果你读的是英文版的奥赛罗 你注意一下主角的名字 泰斯蒂蒙娜 他的名字中间有一个demon D-E-M-O-N 是恶魔的意思 那奥赛罗 奥赛罗 他的名字中间有一个heal H-E-L-L 是地狱的意思 所以女主角名字里面隐藏着恶魔 男主角的名字隐藏着地狱 就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设置 是不是莎士比亚在暗示我们说 恶魔注定属于地狱 即便是没有伊阿谷的挑拨 那他们的爱情也注定毁灭 让我们分别看一下两个人 那先看奥赛罗 他是一个面色油黑的摩尔人 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呢 摩尔人是代表了外来者 因为他们不属于欧洲基督教的世界 可是在奥赛罗身上存在着第一种矛盾 他虽然属于蛮族 却是一个贵族 他说自己从小就经历了年复一年的战争 有很多神奇的遭遇 立下了赫赫战功 成为了一名将军 守护国家安全 所以说 维尼斯人他们对奥赛罗的态度是很矛盾的 一方面呢 他们歧视他 看不起他 又有点害怕他 另一方面又仰仗着他的保护 当维尼斯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大家觉得必须派出奥赛罗才可以 而奥赛罗呢 需要一次一次的战争来证明自己 他每一次交战的对象都和自己一样 是外人 比如说打的是这个异教徒 土耳其人 也就是说 维尼斯他们用一个克将摩尔人去打异教徒 土耳其人 而奥赛罗必须不断地洗刷自己外来者的身份 不断地否定自己异教徒的本质 来获得基督教社会的认可 所以这个是他身上存在的第二重矛盾 他内心充满了危机 第三重矛盾 就是奥赛罗的战功啊 其实都建立在他的口述上 他对他的老婆说了很多自己过去 很神奇的故事 从而赢得了女神的爱 也拥有了很伟大的名声 但是伊亚古就非常刻薄和敏锐地指出 那与其说这奥赛罗是一个伟大的将军 还不如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战争谈论者 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网上很多的战盘侠一样 所以呢 人们需要种种的神话剧包装英雄 奥赛罗就去迎合这种需求 在戏剧里面 观众唯一亲历的奥赛罗的一场战争 还是因为运气很好 来了一场风暴 击退了敌人 所以奥赛罗非常清楚 自己在威尼斯所获得的地位 与其说是依赖于自己的战功 还不如说是依赖于话语 而娶了特斯蒂蒙娜这个贵族的白人女孩 就意味着他在威尼斯的舆论场上 获得了最高的话语权 所以这恰恰是他们的爱情最不牢靠的地方 奥赛罗本身是缺乏自信的 他早就怀疑说这个特斯蒂蒙娜爱上的不是自己 而是自己树立起来的这个形象 是自己的影子 迟早是要穿帮的 所以当压谷稍加挑拨 他就崩溃了 而当他怀疑特斯蒂蒙娜出轨 他不仅仅是对爱情信念的崩塌 对信心的崩塌 那同时他最赖以为荣的舆论也会崩塌 所以他一定要杀死特斯蒂蒙娜 因为他苦心经营的形象已经毁灭了 也就是说 奥赛罗其实始终是一个局外人 但是他想假装自己是局内人 他想进入主流社会 但恰恰是这种假装毁了他 这就让我想到 很著名的作家费斯杰拉德 了不起的盖斯比的作者 那费斯杰拉德他出身也很普通 他在学生的时代爱上了一个富家女 然后被富家女的父亲羞辱了一番 深受打击 后来他通过写作《一夜暴红》 娶了另外一个白富美 然后他们夫妇俩每天灯红酒绿 成了社交宠儿 但是在晚宴上 他每天都喝得不省人食 喝得醉醺醺 后来作家乔伊斯 也就是尤里希斯的作者 他见到费斯杰拉德的时候 他吓了一跳 他对旁人说说 这个年轻人肯定是疯啊 我觉得他这样喝 肯定会伤着自己 后来费斯杰拉德晚景也很凄凉 我就始终在想为什么 我后来发现他拼命地想挤入名利场 但是在名利场中 其实他是很不舒服的 其实他也看不起那些 他需要讨好和讨好他的人 他不断地通过喝酒来自我麻痹 甚至是自毁 所以说无论是奥塞罗还是费斯杰拉德 其实都告诉我们 不要因为虚荣去进入 你融入不了的环境 去享受并不属于你的荣誉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泰斯蒂蒙娜 那泰斯蒂蒙娜看似是 整出剧里面最高贵最纯洁的人 可是如果你仔细读的话 你会发现他并不是全然无辜的 泰斯蒂蒙娜拒绝了 所有的威尼斯的贵族爱上了奥塞罗 那更准确地说是爱上了奥塞罗所讲的故事 本质上他其实并不了解自己的爱人 而且他虽然非常的纯洁 非常高贵非常美好 但其实他在剧中撒过两次重要的谎言 第一次是他的父亲不允许他跟奥塞罗结婚 他就隐瞒了两个人的关系和奥塞罗秘密结婚 那他的父亲非常的不开心 后来呢就对奥塞罗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 这也是泰斯蒂蒙娜的父亲在本剧当中的最后一句台词 他对奥塞罗说 小心看着他摩尔人 他已经愚弄了他的父亲 有一天他也会骗你 泰斯蒂蒙娜在撒谎的时候非常的镇定 非常的冷静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为了爱情 那后来他这次谎言就导致他的父亲被他们俩的婚事气死了 而另外一次谎言就是在他临死前他还要对别人撒谎 说奥塞罗并没有杀死他 因为如果奥塞罗是坏人 那么自己为爱情所做的一切牺牲有什么意义呢 他的两个谎言都是很善良的 但是莎士比亚并没有因为他的善良而给他一个善终 也许莎士比亚是想说 虽然他无比善良无比高贵 但是他却让自己的理智被蒙蔽 他只相信愿意相信的事情 而对事情本来的样子视而不见 所以在这里我们找到了 莎士比亚埋在第二层的一个宝藏 埋在图里的金币 他想展示两个看上去高贵的人 是怎样以高贵为名自我蒙蔽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莎士比亚埋下的最后一层宝藏 那就属于伊亚谷 如果把这个沙翁的剧里面排十大恶人 那伊亚谷肯定可以排在榜首恶冠满盈 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 别人的坏版多多少少可以找到动机 有时候为了钱为了权利为了复仇 但是伊亚谷没有 他就是坏纯坏 那虽然莎士比亚在剧里面给他找了一些作恶的理由 比如说他憎恶 奥赛罗等等 但是这些理由都非常的小 甚至是非常的不用心 非常敷衍 英国有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叫做科勒律芝 我们前面讲富兰肯斯坦的时候 提到这个浪漫主义的雪莱啊 拜伦 那科勒律芝就是同时代的诗人 他在研究莎士比亚的时候就注意到 伊亚谷虽然在剧里面表达了好几次 他为什么恨奥赛罗 但是这些理由都很不充分 就像是先是毫无理由的去恨 再去给自己的恨 找一个合理化的解释 那科勒律芝就描述为说 有目的地寻找 无动机的恶意 而且为什么说这个 伊亚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 因为别人坏 他就只害某一个具体的对象就可以了 可是呢 伊亚谷为了害奥赛罗 他不断地去扩大自己的伤害面 他还害死了泰斯蒂蒙娜 那他还间接地害死了泰斯蒂蒙娜的父亲 他也害死了泰斯蒂蒙娜的一个追求者 最后甚至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艾米利亚 这是非常的邪恶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疑问说 那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 奥赛罗和泰斯蒂蒙娜的悲剧几乎是必然的 那为什么还要设置一个如此邪恶的魔鬼呢 那我们下面就来解释一下伊亚谷的作用 伊亚谷不仅是一个坏人 而且他不理解人类的善意 他不相信有什么好人 他不相信真正高贵的品格 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 他也不相信有什么真正的爱情 他甚至也不关心任何人 就是因为伊亚谷什么也不相信 什么也不在乎 所以什么也蒙蔽不了他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不择手段的马基亚维利主义者 他是全剧当中最清醒的人 能看到所有的缺陷 并且利用这些缺陷去操纵他们 所以说伊亚谷在这个剧中是什么呢 他其实是一面镜子 能够照出所有人 他们自己看不到的缺陷 他能够看出奥赛罗在内心 是把泰斯蒂蒙娜当作是女神 但是呢这种爱是很虚假的 一旦奥赛罗发现自己的女神可能不完美 就把他看得一无是处 甚至要一杀了之 伊亚谷也看出泰斯蒂蒙娜 其实是被想象当中的爱蒙蔽了眼睛 那这些第一眼看上去完美无缺的人 被伊亚谷一照就露出了马脚 落入惨剧当中 伊亚谷并不善良 但是他是全剧当中最真实的人 泰斯蒂蒙娜是全剧中最善良的人 但是呢他会欺骗和自我欺骗 所以沙翁其实在这里 让我们展示出一个令人很不安的矛盾 我们总是说真善美真善美 好像它是一个统一的品质 但是沙翁想说 其实真实和美善并不总是三位一体的 掌握真实的人可以用真去做坏事 而美善的代表也会被蒙蔽而失败 造就悲剧 那所以这个结论会让我们觉得很恐慌 好像面前只有两种选择 就是理智的不择手段的 拿架为立主义者 和天真的亲信的立项主义者 好像只有这两条路 但是如果仅仅是只给出这两种选择 那也不是伟大的莎士比亚 在群聚的最后呢 戳穿亚古的谎言的是他的太太艾米利亚 艾米利亚看穿了一切 而且最后不顾一切地说出了真相 没有偏袒自己的父亲 甚至是为了善良的目的而牺牲了自己 亚古千算万算就没有想到 他的妻子会因为善良而破坏自己的计划 所以当人类向善的意志被真理照亮 当真与善真正结合的时候 邪恶就会被驱散 所以套用那句被说了千百次 却依然有力量的名言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 依然爱他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